在Blockchain上过数 你只填错一粒字 都可能永远都拿不回 而这个都是每个玩Crypto的人都问过的问题 就是到底怎样去转币呢 那大家头几次转币的时候 肯定都试过心慌慌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错 或者怕币进入黑洞 以后都拿不回 那到底以后有没有这些方法 我们可以避免到这些问题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每日病的Desmond 我无论是IG还是Telegram 其实都经常收到 大家问转账相关的问题 除了一些刚刚入币圈的新手之外 对于刚刚接触DeFi的朋友来说 要将Crypto转出转入 有时真的会很大压力 又搞不清什么链对什么链 又怕转错些钱就回不了转头 而这一集 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讲 加密货币转帐的原理 示范几个会在币圈转帐的情景 怎样分不同链的地址 还有几个转帐的小技巧 会分享给大家 在实际示范给大家看 加密货币怎样转帐之前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区块链转帐的原理到底是怎样的 现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区块链 好像有Bitcoin 以太坊 AVX 或者Polygon 而他们就好像不同的国家 我们要去玩 要去他们上面的店铛买东西 只要唱定当地的钱才可以消费 跟银行过来的传统记像完全不同 Blockchain讲求的是去中心化 例如银行是自己一个帮大家记录了 每一个人到底有多少钱 而Blockchain就刚刚相反 就将这个工作分散出去 每一个矿工都会记得 每一个人是有多少钱 如果有超过一半的人 都是有一样的数据 他们就会达成共识 所以除非一个黑客可以拥有50%以上的算力 否则他们都不会攻击Blockchain上面的数据 对比起传统的方法 因为银行一方是说了事的 只要一个很厉害的黑客 可以黑到银行的伺服 就可以改到他的资料 而Blockchain就会安全得多 就好像我们刚刚都说过 其实Blockchain有不同的链 而他们其实都不可以互相直接沟通和过钱 而每条链都是完全独立运作的 可以试想像一下 Blockchain上面的链就好像不同的国家那样 如果你想寄去不同的链就一定要用对那条链 试想一下就算我们的地址是正硬的 但我们的国家填错了 都不会记得是目的地的了 那到底怎样将这币在交易锁 和我们的Wallet上面转入和转出 例如我在Buybit那里有一些USCT 我想转去Binance 或者我想转去Metamask 那到底我要怎样做呢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示范 5个大家常用的加密货币转账情景 分别是同一个交易锁之间的转账 交易锁去交易锁 交易锁去Wallet Wallet和Wallet之间的转账 还有最后由Wallet去交易锁 那我们今次就会用最常用的USCT 来做一次示范给大家看 那好像USCT那样 那如果大家真的提币的时候 就会发觉原来USCT都有很多种的 原来一只币可以有不同的standard 有BEP20 或者ERC20等等 很多不同的网络 对新手来说可能真的有点混乱的 可能会一时摸不着头脑 而我们看到的不同网络 他们的Gas fee和速度都有所不同 那大家要记住 虽然他们都是在传同一只币 但是他们就是不相通的 那好像TRC20上面的USCT 他们就不能去到OMNI这个线路上面 也不是所有的交易锁都有齐这些网络 所以大家在转账之前 看看那间交易锁有没有support那个网络 才可以转账 例如Metamask 或者Crypto.com 他们就没有支援TRC20这个网络 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将TRC20网络上的币转过去 那我们现在就会试试同一个交易锁之间的转账 由我的BuyBit转到另一个BuyBit account 那大家在Send钱给Friend 或者OTC的时候都有机会用到的 那大家记得了 储值即是入钱 提现即是出钱 那我们看看画面上面 我们按完Withdraw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有不同的Blockchain Network 那例如有ERC20 TRC20 或者MATIC等等 而这里都有展示给大家看 到底每一个Network 它的Feed到底是多少 例如Sorana就是1个USD 或者Ethereum就是4个USD 而现在我们就会用TRC20 因为它的Feed只是0.5个USD 那我们当然选最便宜的 而在BuyBit的时候 我们在Send钱之前 其实要先加一个ID 然后就在这部电话那里 加一个地址 那我们就选一个Network 就是TRC20 然后就把串地址贴上去 我们可以加一个Label 那我们可能要进入Google Authenticator 那我们加Adress的时候 可能就要用到这个2FA了 那我们现在提币 就试试提10个USD 提到之前我们刚刚加的地址 再按Withdraw 那同样地 这里都是用2FA的 那刚刚我们就成功提币了 那我们在Withdraw那里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Record 这里Status就是Under Refill 它可能有一段时间 才可以将币传到我们收钱的户口 第二个情境 就是由交易锁 去另一个交易锁 例如我们由Binance 转去BuyBit 那因为Binance 香港是没有合约的 那如果大家想玩合约 和Launchpad 或者Copy Trading 甚至现货网架 其实都可以转去BuyBit那里玩的 那我们一样都是按Withdraw 然后选一个USDT 那我们就选SendFear Crypto Network 那BuyBit那里 我们记得选TRC20 那我们将串地Adress Copy & Paste过去 然后Nerror都可以选TRC20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Withdrawal Free 就是0.8个USDT 就是过BuyBit少少 那同样地 这里都有些2FA 我们可能要做一做 那就可以让我们提现更加安全 那现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提币了 那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BuyBit收到的了 那我们有了这一串Adress 其实我们都可以去Blog Explorer那里 看看是否真的有这笔交易纪录的 那我们在上面其实就看到这一笔交易纪录 那上面就看到我转了9.7个USD过去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 我们BuyBit那里都已经收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试试从交易所 那我们就在BuyBit那里 把这些钱转回Metamask 那如果大家买NFT或者用DeFi的话 其实都会用到Metamask等等的钱包 如果大家还没开Metamask 都可以去到我们之前的教学影片 那我们打开Metamask先 先copy回我们这个Adress 那我们就按Receive 然后就把这些Adress copy下它了 然后就打开我们的BuyBit 那在BuyBit那里我们按Withdraw 然后选AVAXC 那这个就是它的施称Adress 那同样地在BuyBit 所以我们都要加回那个Adress才行的 那我们就按Add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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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选AVXC 把刚才的Adress copy下去 给它个名字叫Metamask 进入我们的2FA 那我们这次就转10个USD过去 那这里我们就要再进2FA了 好了那我们就成功提币了 那现在我们在Review到这个版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笔提币的status 那现在还在UnderReview的 好了 只是短短1分钟的时间 我已经收到这个USDT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试试在两个钱包之间做Transfer 那我们记住除了是同一条Chain之外 还要是同一个币种才行的 那我们这次就是Send AVAXC 上的NativeUSDT 即是没有DOTE的这个 那我们记住填上我们的地址 和数量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里选这个Native的USDT先 那我们记得我们转这些Coin的时候 一定要用回对应的区块链网络 例如以太币就是对以太坊 BNB就是对BSC等等 那现在我们就将这199个多粒USDT 转到第二个地址了 那我们按Send 然后将选地址copy过去 然后按Next 那这里我们就传所有的USDT过去 那我们用钱包转账 其实是要给GASB的 那我们其实是要给0.0016个AVX 那这里其实也很少钱而已 那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那大家记得 在你的钱包上面 一定要有这个AVX来做GASB 那如果你是用以太坊的网络 就有ETH 而是用BNBChain的话 就有BNB 那我们在电话上面 其实已经看到 我们已经传了USDT出来了 那而第五个呢 就是钱包去GASB 那如果是钱包去钱 想由一条链转到另一条链 那可以怎么转呢 那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就是跨链桥 但是如果你只是转钱 就不建议的 那第二就是转到GASB 也是第五个常用的转钱方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要小心对应对的Chain 那而我们这些钱 进去GASB之后呢 我们要转什么Chain出去 都会比较容易的 还有GASB用的费 其实都可能比这些跨链桥更加便宜 那所以我可能都会建议大家 最好就是转到GASB 之后再转到不同的链 现在都会试一下 由我们的Metamark钱包 转到我们的BuybitGASB 好了 那我们就打开Buybit这个App 那然后在Deposit那里 我们选择AVXC 然后呢 就把它Copy 然后呢 我们就按这个USDT 我们把换地址Copy下去 那我们就传20粒USDT过去 就按Next 那同样地 你用前包转帐 都是要给GASB的 那这里呢 其实GASB都是0.001个AVX 都是非常便宜的 那我们按Send 好了 那我们立刻就在我们前包那里 看到这笔交易了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Buybit 那我们看到 其实刚刚都已经收到这一笔USDT了 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它已经会confirm的了 那我们跟着下来呢 就会分享一下一些转币的时候 很有用的小技巧 用了它们 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再担惊受怕 怕转座钱 而有几点呢 是你需要留意一下的 那在我说这些技巧之前呢 大家记得like comment share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而第一个技巧 就是先用copy and paste 那而大家在转钱的时候 我真的听过身边有些朋友 还是逐个字逐个字这样打出来 那其实一个Blockchain address 有几十个字母 真是很容易会打错的 那就算你只打错一个字母 可能你就会把钱 传给别人的了 那所以大家不用搞那么多东西的 直接把copy and paste就可以了 那而现在的Wallet 都可以用这个copy and paste 或者是直接数这个QR code 非常之方便 不过我自己都会很习惯性的 确认后面几个字母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那总之最好每次过钱之前 都要double confirm 再confirm 而第二就是确认地址的格式 那我知道大家经常都很害怕 可能会打错了 或者是打多了一个位置 例如我是想传Bitcoin出去 但是paged了ETH的add 那我怎么办呢 那虽然Buybit 都会帮你去确认的 如果你打错了 其实它会有点提示的 但是大家其实都会记一记 它会发展最常见的地址格式 而最常见的呢 一定是一些EVM的地址 无论是ETH 或者是Avalanche的C-chain 或者是Polygon 其实它们都是0X开头的 那又例如是Bitcoin 其实它的地址都是1或者3开头 而一些SigV的address 其实都会用BC这个字母来开头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这三种格式的话 它可能就是Bitcoin地址了 而另外就是刚才我用过的 TRC-20地址了 它就是T字母来开头的 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区块链网络 其他的链 好像WaveNear那样 如果大家不记得不要紧的 这个地址格式 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找到 大家记得去看 如果有人转以太币 或者上面的ERC-20 token给你 那你就要想起 要给个0X开头的地址了 而如果是Bitcoin那样 就是1或者3开头 而如果别人给了Tron 或者TRC-20 token的地址你 你就记得在地址那里 就不要填这个0X开头了 因为它都是T字开头 而第三个小技巧 就是在转钱之前 先过少量的金额 去确认一下 而刚才 我跟大家看过的大币 或者常见的区块链网络 它的地址就会容易认 但是如果大家没试过 去用一个新的Blockchain网络的话 或者一条不常见的链 例如Stella Lumens Waves 或者Bitcoin Cash 就最好再特别小心一点 最好试一下小额去Send一次 可能价值5U 或者10U 试一试 看看地址是否对 和对面是否真的收到 同时都会试一下 到底转钱是有多久的 真的收到钱的时候 才将其他的钱都转过去 只是给多一次收入费 就不用心惊惊 而且现在的区块链收入费 一般都是不贵的 这些钱就无必省了 而且有时不是说一两分钟 我们就会收到上面的钱 如果一次就伸完整个资金 等那时候 等过程就会很惊惊 如果伸错 就真的持续都没有了 而第四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可以用Blockchain Explorer 去帮我们查转账的进度了 例如Ether Scan BSC Scan 或者Snow Trace 去看一些地址相关的交易纪录 而不同的Blockchain 都用不同的Blockchain Explorer 而我们在上面 copy and paste我们刚才的转账地址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交易纪录了 而如果我们看到一笔新的交易 就代表我们的转账是成功的 那我们就不用太害怕了 而我们今集和大家说了 如何在加密福报转账 和分享了几个很有用的提示 来帮大家减低转错钱的机会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有关转账的问题 都可以去到我们TellyWayam那里 去问大家 那或者你都可以inbox我们 或者下面comment 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看到这里 别走 记得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